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雨昕 那其实我们镜头一来就看到了 雨昕一身非常漂亮的古装扮相 是不是刚刚从剧组赶过来 对对对 刚刚还在拍一场酷戏 这次的话咱们给大家去拍摄的这个戏的名字叫做 千秋令 我们是千秋令剧组 对不对 今天 咱们出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这个角色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是有四个角色 这一部戏我要扮演四个人 然后呢 它有一室是其中有三个人的 就是所以它演的时候呀 包括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趣 那一个人演四个角色 你觉得挑战大不大 我觉得就是说是一种挑战 更能够体现的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吧 因为你可能可以了解四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 然后可以了解四个人的从小到大的这种生活环境 然后包括自己跟自己就是互相演的时候有那种非常大的区别 你会觉得好开心 对 其实不知道与其住没注意到啊 其实网络上的话很多人说你的古装扮相特别好看 说你特别适合拍古装戏 其实咱们接触这样的一个古装的类型的话 时间长吗 不长不长 我好像正式开始演古装也就两年吧 去年开始 对对对 因为我是现代戏比较多 之前 那在之后的话 现在又拓宽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古装戏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之后的话个人来说 有没有说特别想饰演的类型或者角色 其实这一部戏千秋令里面已经有四个类型的角色了 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那如果再想要演更多不一样的 可能演一个真真正正的武林高手吧 武林高手 我这四个角色其实武功都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希望在之后的作品当中能做一个真的武林强者 对对对对 武功才高一点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话 千秋令剧组正是在我们横电与世城在进行拍摄 那之前的话有没有说经常来横电拍戏 好像也都是去年 我之前有一个民国戏是在横电拍的 叫《请赐我一双翅膀》 那之后的话相信在横电也会产出更多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文荣奖的话 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吗 对第一次 在横电这样的一个高产出我们这样的影视作品的地方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影视盛会 心情怎么样 挺好的 而且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没想到中午没吃饭 他还可以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文荣奖今年已经到第八届了 最后能不能请雨夕为我们文荣奖来送上一句祝福 祝福文荣奖越办越好 好的谢谢雨夕 也是期待千秋令能够尽快跟我们见面 谢谢 好的也不见 我现在内容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